微电影我觉得是网路上面 对各行各业冲击最大的 专门规划台湾科技发展的政务委员张善正分析 宽平与司机可能会带来的最明显影响就是 微电影 那什么是微电影呢 是这一类电视剧的新结局 李大人跟陈又青 是什么关系 一 家人 二 夫妻 三 好朋友 是感人落泪的生活故事 还是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 宣传影片 或传统以往是上网看 然后再去买 一百个人看到你的影片 最后可能一个人到店里 到了店里还忘记你在广告什么 到最后也没买 现在尤其是在台湾 微电影和购物已经能结合在一起 目前我看到整个两岸在发展 微电影其实很极端 一端就是真的就在往真的电影的产业在发展 一端就是往广告的新的沟通方式发展 在大陆来自很多的创投 为什么要投入微电影 其实他们讲的投资小 获利大 在台湾就是所谓的广告主 因为广告商掌握关键技术 消费者只要在看影音同时 打开手机或平板 同时间就能显示影片中的相关连结 不论是购物还是查资料 都很方便 这等于把消费者带进店里 我要把我的商品移到网路上来卖 所以当消费者在那一刻 看完我的影片感兴趣的时候 一个点击 就可以连到我的网路商店 就可以买到他想要的东西 那个时候他就会发现 这个转换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不论是你对某个明星某个节目 你还有深入的资讯 你还要了解 都可以透过这个第二荧幕 它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微商机 除了全新商业模式之外 微电影还能提供口耳相传式的影响力 像捧红阿喜的导演就说 微电影真的好用又不太花钱 那大概五万多块 顶多十万块 但是OK好 点锐率可能可以到达 五十万 一百万 两百万 我可能我获利 我可以获利三四十万 一支影片的获利 我还可以因此而捧红一个人 这就是商机 微电影一种全新的影音模式 如何掌握商机 就看个人的发挥 相同的选择 我们下期再见